因為我這樣這個XE 這個是以這個這個中心 中心臉就是它的那個軸 假設我們這個桌子是這台飛機 那這個是挪柵飛空板 放在正中央嘛 就擺設這個臉 那GPS它會立起來一個高度 那假設我 我立在這邊 那你就這樣看 這個是GITO 所以GITO是這邊 那它跟它這邊的距離 就是這個AXE 就是AXE的距離 所以你現在如果擺在它前面 紅色的話它就是天正 它這裡有些紅色區域 今天正確 這是AXE這個 對 那如果你擺在這邊 喔 這變負的 對對對 它這邊 所以說那這個 XY主要是以GPS放在飛空的前面還是後面 沒有 它只有AXE 對 這X 然後 你放 你現在放在 右邊 右邊 就是 Y 這一個 它寫 而且厘米是公分 其實它是公分 它不是公米 對 很多人都 以為它是 Mini Mini 對 我在網路有看了 它說它其實是公分 CM 那 它這個Z軸 就是 那個 圓寒V 飛空的高度 高度 它說高度這個要填 填 所以你看它往上是 綠色 綠色 所以就填Food 喔 它安裝就 這樣而已 對 這個跟你講 很快就了解 它有些人回去摸老半天 它不知道 對 它不知道到底是Mini 它也看不懂 因為這個如果射錯的話 它會影響你 飛起來 這個射錯 你飛起來 它會這樣 在那邊畫圈圈 喔 沒有辦法穩定 它那個圈圈是 會畫很大 然後 你沒有辦法觸碰它 欸 沒有辦法把它拉到中間 就對了 它就直接畫圈圈 對 我們之前 在飛場面看了 這樣 飛起來 這樣 然後去撞到電線桿掉下來 喔 然後下來 我去看 它那邊射錯 喔 幫它改完 就OK了 那這個的話 你要設定 它都有凸解 喔 它有凸解 這個我知道 對 那 現在我們是這個 對 這個只是 啟動能速度而已 所以說 這個也不用去理它 都用摸論子 這個你自己要選 對 這個要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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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接收是用普通的 普通的啦 啟動是用 智能 智能是不是也要 那個搖桿去設定 它啟動 不是直接推油門就上去 那種嗎 就是說要讓它解鎖 對 解鎖嘛 那 那 這邊的話 就 就直接接下去 好 然後我再接